主期初公布高雄市在六度的收入所得排第五 主要是高雄整體產業目前以傳統產業居多 薪資所得不具優勢 市長陳其蔓對如何提升市民所得 提出擴大引進高科技薪資水平較高的產業 來增加就業機會及所得 高雄的部分是跟去年是持平 但是我們增加的幅度 在六度加募頻率和自備所得 增加的幅度是最高的 增加大概5.5萬左右 我想逐漸擴大高科技的產業 也有近相關周遭的供應鏈 不同的就業人口 以台積電合約率 將近有增加4萬的就業機會 再加上不管是僑科 或者是做行關區 這個都會讓我們的就業 不管是薪資都能夠同步增加 另外針對傳統產業方面 市長陳其蔓也提出在數位或 經營的價值服務能夠擴大 持續讓產業轉型及升級 加大速度縮短不同產業間的產業落差 讓員工的薪資能實質地成長 傳統產業的這個部分 高雄市中有大力推動 數位跟經營的轉型 希望能夠讓更多等待數位或經營的價值服務 能夠擴大傳統產業等相關的 不管是因應所得 或者是員工的一個薪資 持續的產業轉型 縮短成將差距擴大就業 跟提高所謂的薪資 相對來比較好的產業人口 產業技術 我想會逐步的來加大速度來縮短 跟不同產業界的這種產業的一個過差 市場成績派期許 高雄科技產業能逐漸形成聚落 而傳統產業也加快腳步轉型下 就能提高就業機會 也能促進薪資的成長 記者 周恩成 採訪報導